再來就是 剛才講的是地震發生之前 地震發生前 你做了一些預防措施 那地震發生的當時 你要開始躲的時候 四字要決 關開必散 所以 關電源 關瓦斯 剛才講的舊金山大地震 搖大概只搖了30秒40秒而已 這搖沒多久 可是後來大火燒了很久 火燒了很久 明古屋大地震的時候也是一樣 地震完之後 很多地方都有發生火災 所以 關電源 關瓦斯 避免他會發生火災 造成二世傷害 所以第一個關 關電源 關瓦斯 第二個開 開大門 學校就把窗戶打開 為什麼 因為地震搖完之後 你的房屋可能扭曲變形了 門就打不開了 所以先把門打開 因為凍先留好 到時候可以跑出去 所以我說開窗戶 懸吊開窗戶也可以 窗戶打開 到時候有個凍可以讓你跑出去 所以關開必散 再來就是壁 壁就是躲起來 幫我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怎麼躲 躲哪裡 然後再跟你說 躲起來 躲起來 然後最後都搖完了 你也沒有被壓在裡面跑不出來了 就趕快 疏散 剛剛講過會有餘症 你的房子現在沒有倒 可能當回就倒了 所以 搖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被困在裡面出來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關開必散 四肢要舉 那有個壁 躲起來 躲哪裡呢 怎麼躲 這個是 這個影片在當初 從脫髮 那個 久而以後 台灣網路就瘋狂的傳過一件 跟你講說是要正確的逃生方法 是不正確 我讓他跟你講 當災害發生時 建築物 迅速倒塌 被廢墟的人 能否存活下來 神奇的生命分小型 是什麼 它又是怎樣的被困者 逃過一劫的呢 科技伯拉 即將破除 在現代城市中 一旦發生地震等自然在海時 密集的建筑群和高樓大廈 勢必會給城市居民 帶來不可不讓的危險 數萬噸的鋼琴鐵架交錯懸在空中 大量的水泥橫樑幾乳子 使去支撐倒塌下來 無數生命被埋葬在被虛之中 因此 在這裡在海發生時 死亡人數最多的是在市內的人們 當建築物失敗 98% 的人 甚至100% 的人在那些建築物 死亡人死亡 我想告訴你 很簡單的資訊 那90% 到100% 的人會死亡 這位就是曾經擔任過美國國際 都市隊的首席救援員 道格 他曾經和來自60多個不同國家的各種救援小組 參與過全世界很多次重大災害的救援工作 道格經歷過多種災害 包括地震 颱風等等 帶來的建築倒塌後的救援工作 可以說是神經百戰 面對眾座嚴重受損的樓房和被匪墟掩埋的生命 道格向我們介紹了一些 當遇到房屋倒塌的時候 原來應該如何安全避嫌 如果大家看見的話 會自15氏和身體的永綻 會隱私的旅行 如果大家看見的話 在高屋裡給了下來 卡通 會有安全安全的 在前面的話 並沒有位於盒的 因為它屋高直到 它屋高下的屋高 它屋高下坐到台下的屋高下的屋起 谢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吧台 然后你就躲在那吧台的旁边 当房子垮下来的时候 他待会会有那个讲解 然后东西给你看 垮下来卡在这里 这边不是会有洞吗 你就躲在这个地方 你就不会被压到 那你就会save安全 不会被压到能够活动的这个 然后呢 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叫做生命三角 他待会会有那个 另外来说明 奥格所说的三角区究竟是什么呢 它怎么就能成为安全区呢 原来当屋顶和墙壁倒塌时 室内较大而坚固的物件 将会成为一个支撑点 这样一来 参谈的屋顶或墙壁与地面 就会自然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因此会给大家看 被困人员留下一个生存空间 所以说当房屋倒塌时 屋内较大而坚固的物体旁边 便成为了被困人员得以存活的藏身之处 屋内较大到球 屋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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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 understand? At least you have four necks Yeah Okay You understand? But.. but it's something Why is it called triangle life? Ask me this question Why is it called triangle life? I call it triangle life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light people are Why do I call it triangle? Because it's a triangle Oh I go in the buildings There's triangles everywhere You look at the buildings triangle,triangle,triangle,triangle 生命三小区为多年曾是救援工作的道格所唱好 这个说法主要是来自于他在20年前参加的一次救援行动中 underneath the desks, all the desks, the legs snapped, and were squashed down to about this height but as I crawled up and down the aisles, maybe a little hand would be sticking out, maybe a little foot but the children were all squashed to this thick, their skulls were smashed from the weight above and I said, why aren't these children in the aisles? 生命三小区这个说法对于身材小的人很有效 此外,他还打破了常规式的求生方法 就是在房屋即将倒塌时,人们坐在桌子底下和床铺下避险的方法 这是为什么呢? 道格早在1996年就和土耳其政府一起合作 好生的科学方法 通过土耳其政府的协助 实验单位将爆破一栋毁均的大楼 模拟建筑物倒塌的情形 工作人员在桌子床铺旁边放置了十具人体模型 同样也在桌子床铺下面放置了十具人体模型 来做一次对比实验 当炸药引发后 大楼立刻点成了残缘短地 道格和搜救队员们找到那二十具人体模型 在桌子和床铺下的十具人体模型 有八具被压得面目全非 其中一具甚至头身叫短程钢结 而放置在桌子床铺旁边的十具人体模型 这全部安良无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当接触物品强烈珍重倒塌时 楼板几横梁会将桌子床铺的家具压毁 真如果坐在其中 错过不堪设下 如果人们以基本是躲在坚固的家具旁 家具可以支撑倒下来的楼板几横梁 形成一个三角形 让躲在家具旁边的人获得生存空间 这个实验充分说明了 在房屋倒塌时 人们不要躲在桌下必闲的道理 人们的人 Secretary 不笨时 肉只是说空os 这样 然后你用手 然后把它挣脚 穿一下 然后把眼督挣脚 合成 身 comfortable 最能位时 这里 从来 另外,道格还介绍说,如果人们在车里遇到建筑物到踏下,千万不要留在车内,要尽快离开车的,以便垮下来的建筑物压扁汽车,造成伤害。 如果您正在停车场,应该以火姿躲在车旁,建筑物它落在车上,不会直接压到人,可能形成一个单小型的生存空间,增加存活机会。 灾难降临时,许多人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而被到他的建筑物掩埋,不幸当命。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幸运地发现了生命单小,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在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慌乱。 建筑物的倒塌是在瞬间完成的,所以冷静的头脑对寻找合适的藏身点非常重要。 如果不幸被废墟买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陷时,要保存体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档件,耐心耕耐救援。 作为救援专家,盗格目睹了很多在灾难中不幸遇难的人们。 同时,他也看到了在废墟形成的三角区里幸存的生命。 他心中有一个缘罢,不单单是帮助那些遭受灾难的人们。 更重要的是,将这些自救知识传播给孩子们, 让他们从小就能掌握正确的自救管理。 在遇到灾难发生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去求生自救。 目前,一些自然灾害虽然使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的。 可是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只要能够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 还是可以在灾难中将死亡的数量抢到最低。 他说的生命三角,叫你不要躲在你们家的床铺,或者是有床铺底下。 如果假如有家床铺底下是有办法可以躲的话, 那因为你躲在你们家的床铺底下, 然后上面的房子垮下来, 床就往下压, 就往下压, 所以他要你躲在床的旁边, 床铺底有个高度对不对, 都要从我旁边, 上面的东西垮下来, 床铺会帮你撑着, 你旁边就空着, 你脚铺不会被压倒, 是他所谓生命三角的意思。 但是呢, 他的说法大部分都没有被政府所认为, 比如说, 日本是一个经常化身地震的地方, 日本给他的人逃生的建议, 你仍然是叫你躲在床, 就是学校的仍然叫你躲在床的地下。 他刚刚说他做了一个实验, 那个实验跟确实真实的地震状况也不太一样。 那我只能告诉你说, 你可能要看看你周围的环境, 比如刚刚讲说, 他第一次发生这个发想, 是因为去一个学校救难, 然后呢, 学生都被压编, 他说, 都怎么不躲在旁边就好。 好, 你先让你们想看学校教室。 学校教室, 大概有机会给你生命三角, 大时候学老师亲那个讲座, 躲在旁边, 垮下来之后, 坐着帮你撑住。 你没有那个客桌椅, 你说你躲在旁边, 垮下来之后, 就那客桌椅会给你一个生命三角, 果然他就直接压比他地上, 全部都塞到地上去, 地板旁边一点用都没有, 地板旁边一点用都没有, 一样上方压下去, 他不能, 他撑不住的东西是吗, 你桌子根本撑不住, 挡不住就下去了, 所以那个是没有, 如果你真的是在教室里, 那我还是会劝你, 躲在桌子里下, 如果你实在太大支, 塞不进去, 就要把你的头塞进去, 头塞进去, 把握你的头部不要被推大, 你知道而且教室的很麻烦问题了, 灯太多了, 灯太多了, 摇摇摇, 可能防止你又好, 但是灯都已经全部炸下来, 你躲在桌子旁边, 正好当作炸弹要炸, 好,好, 一旦炸, 所以你还不就躲在桌子底下, 这样预料上到, 所以你在学校, 我建议是你还是给我躲在桌子底下, 我们这样好了, 其他地方可能要看状况, 你要在一个构间, 就是你要在一个, 如果你相信他的生命三角, 那你要在一个, 躲在一个可以给你的生命三角的地方, 滑下来撑得住的地方, 有地方撑得住, 可以卡住, 可以在一个地方, 这样主材有, 这样才可以, OK, 要做B, 躲起来,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应该要写, 就是生命三角, 告诉你说有不足致数, 这样子, 那讲应上有一个说明, 好, 课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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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练习,